西洋大人 每天告訴你好天氣 各位朋友好 我是彭啟明 梅沙颱風的中心位置呢 在台灣東北角的東北方 大約是450公里的海面上 大約是剛過這個那壩的西方 當地的這個最大層 觀測到每秒40公尺的強陣風 那那壩市呢也有每秒28公尺 持續呢向北前進 從東海北上 周三呢將會登陸這個韓國的朝鮮半島 從南韓到北韓 周三呢也非常接近這個日本的九州 那目前呢其實颱風的結構是相當的完整 颱風也清晰可見 強度上呢還是維持中度颱風 中心風速呢最大風速曾經達到每秒45公尺 永遠然有機會略微的成長到接近強烈颱風 等級到達每秒51公尺喔 那昨天白天到深夜 北部不斷有間歇性的颱風外游環流 雲溪移入 今天上午半天呢還是有零星雲溪移入 北部的風向上也由昨天的這個 東偏東北風轉為偏西北風 預期呢今天下半天 隨著颱風往北走水氣會逐步的減少 晚上呢應該有機會就會緩和轉勤了 那今天南部的天氣呢是轉好的 大致上是天氣穩定多雲時勤 靠山區偶有局部的鎮雨 那周三開始呢預期沒殺颱風北上後 會引進西南風 中南部容易有些雨勢 除了早晚呢海陸風跟西南風交會之外 也有午後鎮雨 雷鎮雨呢會比較明顯 也會有短時間的強降雨發生的機會 外出呢都要注意天氣的動態喔 那周四五兩天台灣位於西南季風的 低壓帶當中有微弱的南北風的交會 天氣不穩定全台灣都有下雨的機會 北部沿海南部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這個情境呢可能會持續到這個周末喔 那在台灣呢其實南端的 爾蘭比的東方大約是2500公里的地方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正在發展 預估呢在近明兩天也有機會會發展成為 近年第10號的颱風海神喔 那這個是由中國所命名的 代表漁民出海的時候 祈求平安的這個繩子喔 那各種的預測中它的強度呢 範圍也會相當的大 將會在周末侵襲日本 對台灣沒有影響喔 那昨天颱風外游環流呢在北部 開始延伸到中部喔 那很多人都感受到雨相當的大 其實呢累積到目前 昨天到今天目前為止最大的降雨 在北部大約是50到60毫米喔 那不算太大 但是10分鐘的雨量 則是相當的驚人 有些地方達到10分鐘 約10到15毫米喔 那很快就減弱 但是這種雨勢呢 相當於每小時60到80毫米 撐傘呢也會完全的全身淋濕喔 或是鞋子都淋濕 行車交通也會有一定的風險 務必要非常的謹慎小心 那台南呢發展的這個熱隊流 兩三個小時累積也超過100毫米 也相當的大 如果呢真的颱風真的來台灣的話 可能是持續一到兩天 都是整天喔 都是這樣的這個雨勢喔 你可以想見影響有多嚴重 所以建議你呢 真的要想想 要是像昨天這樣的雨勢 到目前為止 一直下 下一整天會是如何 您的企業或是鄰里 可以承受得住這樣的降雨嗎 能夠及早因應齁 制定一些流程 提高這個韧性的程度 是我們每個人 可以做的事情 以上氣象由天地風險 彭其名提供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